有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 這個世國阿羅漢不是已經正德世國了嗎? 他還有需要再聯回嗎? 不是說他有沒有需要聯回 而是他已經沒有生死這回事了 已經沒有生死這回事了 生死聯回是有這種說 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我還有一種使命 我認為我很重要 我智慧很高 眾生很需要我 然後我說我要怎麼樣 我要生生死死常醒菩薩道 那個就是說有一種願意願望 當然這個以菩薩道來講的話 這個精神是不錯 這是很好 但是我們現在回到佛陀最初所講的 那個解脫道來講的話 我們回到佛陀所講的 那個最初那個解脫道來講的話 一個人正道出國 醜個 他有幾次的生死輪迴? 還有七次 二國的呢? 不對 不是減半 二國的呢? 對 一次生死輪迴 還有一次 三國的呢? 不來一國 這叫不還國 他是在不還國 他就是往生的那一剎那 融入不生不死的世界 四國阿羅漢 他是現世就已經解脫自在 沒有生死 沒有生死 所以一個人只要你能夠爭到出國 你最多還會有七次的這個生死輪迴 二國他就只有 一個人能夠爭到二國的人 如果他在 這個講是講說 你在死亡往生的那剎那 你爭到什麼國位 如果說一個人他在死亡的那剎那 他在這之前他是爭到二國而往生的話 那麼他就會像說 以佛經來講 他會就是說 基督就說他往生兜率天 然後像這個彌勒 彌勒菩薩這樣 他下一世來的時候 下一世來他就是二國再來 然後他 他那個都是從小他就會想要認真 想要修行 因為他那個種子一發出來 他就很快就會要修行 像這樣他那一生那一世 他就可以成佛 可以爭到世果 但是佛陀也不希望你是這樣的往生 佛陀是希望 真的大家是要這生這世就能夠做到這裡 這生這世 所以佛陀本身他就是成佛解脫者 佛陀本身他就是阿勒漢 在佛號裡面有一個叫做應貢 那個應貢 他原來的名稱就是阿勒漢 阿勒漢這是因義 他的意義 意識的意義就是應貢 因為一個解脫者 他 就是說他可以接受世間的供養 所以這樣知道吧 對在那 那有的人會講說 那這樣你證阿勒漢的話 那你就不會來度眾生 你就好像說就一走了之 你就不理我們 那這樣你稱佛 你這樣證阿勒漢有什麼意思 所以會從自戀上來解釋的話 那就會認為說 那這樣阿勒漢好像說只是治療漢 只是為自己 你自己走 那你沒有像我們 我們要什麼發大願 我們要生生世世常行菩薩道 生生世世常行菩薩道 這種大悲大願心 這是不錯 這是很好 也是你要有這種心態 要有這種心 你才能夠真正來到正出國 因為那種發那些願 這都是讓我們培養 我們寬廣無限量的那種胸襟 心柔軟慈悲心 但這些都是在培養善根福德因緣 當有這些因緣之後 你生生世世常行菩薩道 目的是為什麼 還是為了成佛 還是為了成佛 因為怎麼樣呢 我們再講具體一點就是說 因為他證到這樣果位的人 證到這樣果位的人 他才是真正的為法做見證 才是真正的名言 他才會成為一個名言者 在這個之前 這個都還有 三國他還有五尚分節還沒有解開 那五尚分節其中兩個節 一個就是無名節 一個就是那個我慢 無名遮障 嚴格講就是還沒有真正的名言 那你還沒有名言 你就說在那裡發什麼大心 我要協助眾生 但是幫忙還是有限 幫忙還是有限 所以佛陀是要 像以前在阿安靜裡面 佛陀都是要弟子 你要成為四國阿羅漢 才能夠出去獨當一邊的 弘法利益眾生 你要成為靈眼人 所以不用擔心說 那這個四國他就沒有真正 就不來度眾生 你真正能夠證入到這個 你是真正為法做見證 你可以告訴眾生一條 真正的解脫生死輪迴之路 你可以真正幫助眾生 脫離生死苦海 這是究竟的法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嗨 對不起 能不能再詳細解釋 是否因為正阿羅漢 不是二萬劫淨復復身心嗎 什麼二萬劫淨復身心 還有那一面 那一面會再來 我想那個二萬劫復身心這些 這是後來的說法 可是經典不是有這麼的 阿安靜裡面沒有這樣講 阿安靜裡面沒有這樣講 所以正國要正阿羅漢 難不難不容易也不會很困難 大家要對自己有信心 要對自己有信心 那只要說 按照這個解脫到刺激這樣 深入的話 你先 最重要你要先能夠正道出國 正出國 那個就是說你要能夠正三法運 剛才有講 那個無常法運一定要提正到 先正道無常法運 身心柔軟貪生吃 它就會很自然的淡薄 這樣就能夠正道出國 你正道出國之後 二國三國這邊就容易上來 所以那這邊就可以看你的因緣 看你的努力情況而提升 OK 好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嗨 剛剛看國位跟佛菩薩國位有什麼不同 我說 就簡卻說實話這樣 菩薩國位是後來大成的 把它看出來的 在佛陀在世當初 原始佛法時代 是沒有講那些菩薩國位的 是沒有講那些菩薩國位 佛陀當初 所以你在世佛阿安裡面 你不會看到那個菩薩國位 那是後來大成慢慢的 再把它那些做一個歸納分辨出來 所以那是後來講的 那如果說 在像阿安經後面 他有稍微有提到幾個字有提到菩薩 那以及包括佛陀的那個本聖坦裡面 他也會提到一些菩薩 以及那個菩薩 那個原來在原始佛法裡面 有講到菩薩 那是說 他以前還沒有正道出國 以前前幾世的那些 他一個居士 他是一個居士 以及他還是在家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多培養一些人天善根福德因緣一些善法這樣 所以菩薩道就是常常在供養然後禮佛 恭敬那是在那個階段 也就是說 早期的最初佛陀是很少用到講道的菩薩方面 那有提到話 那就是說代表是還沒有專修以前 還沒有進入解脫道以前 那這些都是在培養三根福德因緣 當你慢慢聚足之後 你會走上解脫道 會回來如此認對自己 所以他會來到正出國 所以你要正出國方面的 你必須要有一些善根福德因緣的基礎 好 OK 這樣子 可能同樣的問題就是 一般的理解可以針對那個阿羅漢 在這一本那個阿漢裡面你講了 四國阿羅漢就是等於是佛的同等意義 所以剛才為什麼大家提出相對這個問題 甚至有的就是在大乘裡面解釋說 你正在四國阿羅漢在四萬八千戒之後 還有一師的無名又要回頭回來這個 可能所以這個在釐清上可能有一些 所以像這些說法 這是後來大乘的說法 原始福德因緣是沒有這些 坦白講阿羅漢就是佛陀 佛陀本身就是阿羅漢的 只是名稱就像那個雞蛋 你不要說雞蛋也會殺你 我可以用egg egg 我可以講你用英文 用日文 用台語都可以講 那你不要在那個名像說這個不同跟他不同 不是 所以佛陀他本身解脫者他有十個名號 十個名號裡面其中一個就是阿羅漢 硬共 那就是阿羅漢 我們不要在那裡區分說佛陀跟阿羅漢 還有很多的不同 還有什麼幾例幾例的那些區別 那只是我們眾生在那裡分辨 事實上沒有必要 因為你在那邊分辨的話沒完沒了 你出國都還沒有正道的話 那你在那裡一直在計較這個 我到底我這個還成不成佛 對啊 說得是 所以重要就是說 我們今天好不容易來回到原始佛法上面來 這是經過真的是經過幾千年的 這種時空的慢慢演變 加上現代的學者大家包括 而且這個發現也是從外國人發現的 歐美人是他們發現的 發現回到那個原始佛法把它找出來 上次我們第一次有講那個佛教的歷史方面 有沒有 那斯里蘭卡這方面跟泰國這方面 因為斯里蘭卡後來在18、19世紀 是被英國統治對不對 那英國他們 歐美人士他們發現到 東方文化這種神秘學 有很多讓他們感到很驚訝的 所以最初成立的是PTS學位 巴黎聖典學會 那是英國他們成立的 英國學者他們成立的 他們進入那種實際的考證 實際的求證 所以才把很多的這些 說實在把很多那種 那種迷魂症混帳一些很混亂的 才慢慢把它整理出來的體系 因為那時候中國還是個大國是不錯 但是發現說奇怪 中國佛教怎麼呈現是這樣 所以人家進行去整個對比 整個人量去考證 那你這個經典是在什麼 什麼樣的環境背景下產生的 所以如果以求真求證精神來講的話 歐美是比東方人更重視 這個求真求證 對 所以是他們先發現這方面 那再來 歐美先發現之後 再來是日本 日本比中國更早維新 有沒有 日本明治維新 他們比中國要早50年維新 那他們維新的時候 他們就是開放那個凶軍 開放視野 所以人家都有那種跟國際接觸 有國際觀 所以日本他們發現原始佛法 發現阿朗這方面 他又比我們中國早50年 那中國是在到了 太虛大師那時候算要宗教改革 但是太虛大師他58歲就走了 很可惜 也沒有帶出來 直到應老才重視到這方面 所以中國方面 重視原始佛法 是在50年前 應老這樣默默地把它耕耘出來 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好不容易 能夠珍惜 掌握到 也是由於這些前輩他們的默默耕耘 我們才有這種姻緣來驅注到原始佛法 那今天大家好好的效功 文師修 因為怎麼樣呢 真正的原始佛法他講的就是說 都是智慧型的 我跟你們講的無常 無我法應 這是宇宙真理實相 對不對 大家可以保留 這不是要你用相信的 而是要你去求證 原始佛法就是讓你去求證 你去獻管 而這都是每一天 每一個當下 你都可以去獻管的 可以去求證的 那你慢慢去求證 你文師修 然後你見證的體會到 真的他那法醫的珍貴 所以你就會生起信心 再來會精進用功 就能夠爭到出國 你真的能夠爭到出國 二國三國這樣就會一路上來 OK 好 還沒問題 沒有 我們就休息了 好 我們就休息了 好 謝謝